香港支联会星期天举行六四24周年爱国民主大游行 呼吁尽快结束一党专政实现中国民主自由 共有一千多人参加 还有大陆游客是专程参加游行来向香港人致谢 请看香港记者从现场的报道 面对中共官员不断对香港市民发出威吓的言论 香港支联会特地将今年六四的主题 并为爱国爱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弃 游行队伍下午三点多在巨型主题横幅的领头下 由维多利亚公园出发 途经铜锣弯弯弯载荷金中 沿途引人瞩目 不少中国大陆游客观看 希望有更多的大陆员过来 不一定是参与 但是最起码也可以了解一下 为中国大陆未来的民主起到一个启蒙的作用 感谢香港香港人还是永远记得这个事情 我希望他能看到他平反 这也是一个爱国的表现 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是给一个独裁政权 一个腐败政权下去 其实中国都是不会有希望 一位当年见证六四的记者 斥着中共反人类的罪行 各大陆院校的学生 踊跃声援近次游行 由一般中学生组成的学民思潮 还要到中联办抗议 经过两个多小时 有限队伍抵达政府政部 大会宣布有1600人参加 如果中国没有自由民主的话 我们香港都不可以会有真的普选 那我想在这个抗争里面 大家是一起团结 不要分化 支联会呼吁民众 踊跃参加六四烛光晚会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 郑立居在香港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